2002年12月4日,一个叫麻兰英的老人放弃了生命,一度让人感到唏嘘和震惊。 因为这个老人正是林青霞的母亲麻兰英。 母亲麻兰英的死亡,一度让林青霞备受痛苦和打击,陷入悲伤中很长时间才走出来。 不禁要问,林青霞的母亲麻兰英到底经历了什么? 她为何要走上放弃生命这条路? 而这一切缘由,或许要从她的孩子身上说起。 麻兰英虽然有一个大明星女儿林青霞,但她心里一直牵挂着自小受苦受累的大女儿林丽。 1948年,麻兰英和丈夫林伟良生下了大女儿林丽。 之后,麻兰英和丈夫林伟良被迫无奈,踏上了轮渡前往台湾。 他们两人本想着过几个月就能回家,于是就把大女儿林丽交给了老家的奶奶身边。 让麻兰英和林伟良没想到的是,两人去了台湾后,直到39年后才和大女儿林丽相见。 之后,大女儿林丽开始跟随奶奶在山东老家生活,自小便没有父爱与母爱。 三岁那年,奶奶去世,林丽又被叔叔收养。 叔叔家很穷,小时候的林丽经常吃不饱饭,是在苦日子中长大的孩子。 林丽十几岁时,叔叔为了养家糊口,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龙江激东煤矿,他靠挖煤谋生。 叔叔很疼爱林丽,尽管家里再穷,他也尽力把最好的给她,还让她读书上学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,林丽也渐渐长大,23岁那年成了一名小学老师,能够自己养活自己。 工作稳定后,林丽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惊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叫钱申勇的男人。 两人的婚礼在农村简陋的茅草棚里举办的,但他内心却无比知足和幸福。 结婚后,林丽义无反顾地追随丈夫钱申勇去了河南许昌生活,两人的日子过得平静如水。 婚后三年,钱申勇终于有了新工作,去了许昌内燃机配建厂工作,成了一名工人。 而林丽则接连生下了三个儿子,开始在家相夫轿子,过上了平凡而辛苦的生活。 所以,大女儿林丽自小就生活在贫苦之中,她与妹妹林青霞的人生截然不同。 马兰英和林伟良到了台湾定居生活后,又接连生下了三个孩子。 一儿两女分别是儿子林承森,女儿林青霞和幼女林丽霞。 虽然又有了三个孩子,但马兰英无时无刻不再惦记着大女儿林丽,做梦都想和她见面。 这种思念之苦,马兰英一直深埋心中,备受煎熬。 在所有子女中,女儿林青霞最风光无限,但也最让马兰英操心。 林青霞自小长相靓丽,在上学时因为逛街被星探发掘,邀请她去拍电影。 林青霞将自己要拍电影的事告诉了家人后,遭到了一致反对,母亲马兰英反对力度最坚决。 母亲马兰英是典型的山东女性,传统顾家而又极度地安分守己。 她只希望一家人安稳平静地生活。 但林青霞却执意要去拍电影,年轻时的她充满了激情与梦想。 为此,马兰英和女儿林青霞产生了严重的分歧,两人开始斗气,谁也不理谁。 马兰英一度被气地躺在床上不愿起来,家务活也都不做了,不愿认输低头。 之后,电影公司的人三番五次前来劝说,都被林青霞母亲赶走了。 直到后来,来了一位山东老乡前来劝说,并且林青霞也再三保证会洁身自爱。 母亲才最终选择妥协,勉强答应让林青霞去拍电影。 后来,林青霞拍摄了电影《窗外》,一跃成为了电影明星,人生彻底被改变了。 在孩子们都渐渐长大,有了自己的事业后,马兰英对大女儿林立的思念也变得愈发浓厚。 到了1982年,马兰英一家人开始四处打听林立的消息,但过程十分艰难。 林青霞为了了却父母的心愿,找到自己的大姐林立,更是费尽了心力。 1983年,马兰英一家人经过不懈努力,终于找到了林立的消息。 直到1987年,马兰英和丈夫林薇良才终于如愿见到了大女儿林立。 那一刻,他们抱在一起,泪流不止,整整等待39年才终于相聚。 那一年,林立已经35岁了,马兰英56岁。 马兰英和丈夫林薇良看到林立的生活过得并不富裕,心里五味杂陈。 马兰英始终觉得是自己对不起大女儿林立,当初不该丢下她一走了之。 如今,马兰英只想用自己的余生去弥补大女儿林立,减少自己的亏欠。 马兰英和丈夫林薇良给女儿林立带来了彩电、冰箱等物品,以此改善她的生活,给她当作嫁妆。 除此之外,林青霞还托父母给姐姐林立带了一个高档照相机,作为见面礼物。 这次相聚,马兰英与女儿林立相处了一个月,增进了母女之间的感情。 分别时,彼此之间非常不舍,马兰英对大女儿林立说,我和你爸爸商量好了,我们要回到你那里度过晚年,我们以后要过来内地,好好陪你,你补过去。 而这个想法,马兰英一直没能实现。 回到台湾后,马兰英依旧牵挂着大女儿林立,经常与她书信往来。 她想方设法给大女儿林立寄钱寄东西,但林立始终选择婉拒,她不想靠父母救济。 然而,大女儿林立婉拒她的好意,也让马兰英感到更加难过,心里充满了不安。 马兰英一度觉得,是不是女儿林立一直不肯原谅自己,这也成了她的一块心病。 林青霞和母亲马兰英为了能让一家人团聚在一起,便在信中对姐姐林立说, 你们一家如果愿意去香港、台湾生活,我能帮你们办手续。 结果,林立依旧选择了拒绝,因为她习惯了现在的生活,也希望能够给叔叔婶婶养老。 1990年,林青霞到长春拍戏时,终于如愿和姐姐林立见了面。 看着姐姐林立一家住在只有50平的房子里,生活拮据不易,她想帮助姐姐改善生活。 于是,林青霞拿出了20万元给姐姐林立,但林立没有收下。 所以,林立一直在婉拒母亲和妹妹林青霞的好意,但彼此的感情却越来越亲近。 马兰英一边牵挂着大女儿林立,另一边又为了女儿林青霞的婚姻操心不已。 女儿林青霞是大明星,年轻时和秦汉、秦祥林之间的感情纷纷扰扰,让她担心不已。 于是,马兰英希望女儿林青霞能够赶紧找个好人家嫁了,过上平凡幸福的生活。 到了1994年,宁青霞嫁给了负伤行李员,并生下了两个女儿。 看着女儿们都成家立业了,马兰英应该可以安心享受晚年生活了,但她却活得并不快乐。 马兰英在60岁的时候便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,一直不能根治,每到雨天就遭受病痛折磨。 马兰英也曾主动提出,老了之后去河南许昌陪伴大女儿林丽。 她觉得既能落叶归根,也能弥补对大女儿林丽的亏欠。 但马兰英的想法始终没有得到子女的同意,这也让她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。 虽然不能回到大女儿林丽身边,而其他三个孩子也都无法伴随左右。 儿子和小女儿都一直在美国定居生活,林青霞则在香港生活。 所以,即便马兰英和丈夫林伟良晚年住着豪宅,享受最好的物质生活,但她内心依旧无比空虚和孤独。 丈夫林伟良晚年身体也一直不好,养人疾病缠身,精神上也充满了压抑。 晚年的马兰英一直活得非常忧郁和孤独,她有很多心事却无从诉说,也无法实现。 直到2002年12月4日凌晨两点左右,马兰英趁着林伟良熟睡时,打开窗户放弃了生命。 听闻母亲马兰英去世的消息,林青霞悲痛万分又自责不已,内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。 因为很长时间无法走出丧母之痛,林青霞还多次去看了心理医生,寻求精神开导。 而大女儿林丽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后,赶忙奔赴到了台北。 因为林丽去晚了一步,她到了台北时,母亲已经下葬了。 母亲的离去也让林丽感到自责和悲痛,她觉得自己和母亲相处的日子太少,也没能尽孝,内心无比失落和内疚。 林青霞安慰姐姐林丽说,妈妈在生时经常自责,说没有照顾你。 不是你不想尽孝,而是条件不允许。 后来,林丽在台北待了半个月,一边安抚父亲,一边经常去母亲墓前祭拜。 或许,从那一刻起,林丽也彻底明白了母亲生前的悲伤无奈与痛苦挣扎,但早已为时已晚。 在麻烂英心里,自己从不在乎子女是否功成名就,而是希望她们能够平安幸福地生活。 而对于麻烂英来说,她则是更希望子女们能够陪伴在她身边,仅此而已,别无奢求。 只可惜,仅有的一丝生活希望也没能如她所愿,再多的财富与名利又有何用呢? 这条悲情之路或许早已悄然注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